连接台北到宜蘭的北宜直鐵路線底定了 那么完工之后呢 我们看到这个直鐵它的路线 就是从台北的南港到汐止到双溪 这个呢整个的当中 还有汐止到双溪的所谓汐双隧道 长21.6公里 这个会是最长的一个隧道 那么之后呢 你看到台北到宜蘭 搭最快的普悠马号的话呢 台北到宜蘭画面上看到大概47分钟 可以节省大概18分钟 但是其实投入的经费将近500亿 换个18分钟节省的车程 尽管选择避开翡翠水库的方案 但是两条路线都避免不了 就要开挖这么长的隧道 也是冲击雪山山脉的生态 重点就是能不能够通过 明年三月的环平大会 将会是这个案子 能不能够推动最大的关键 从台北到宜蘭以后搭火车 交通部最新拍板的北宜直铁路线 可望能帮旅客省时18到38分钟 现行的宜蘭线铁路 从南港到头城大约72公里 搭普悠马泰鲁阁号 大约是65分钟 一般自强号85分钟 北宜直铁完工后 搭普悠马泰鲁阁可以省下18分钟 自强号省下38分钟 问题是现在环平雪者炮声 隆隆杠上交通部 因为为了省18分钟 就要砸下500亿资金 值得吗 但事实上北宜直铁呢 可以受贿的人是非常的多人 因为第一个它可以解除这个 解决这个雪碎的拥塞的问题 这个交通通车之后 可能会让台北跟宜蘭之间的交通更快速 可是对于基本大台北地区的用水 可能会陷入一个长期的黑暗期 环平专家对于积水区 遭到破坏忧心忡忡 因为现在拍板的方案 虽然避开了本来规划 穿过的翡翠水库积水区 人避不开穿越雪山山脉 跟自来水保护区 新建的两条长隧道 先接细纸跟双溪的细双隧道 长度21.6公里 跟另一条是长7.6公里 双溪到大溪间的大集隧道 将会经过六处断层 二十处矿坑地质敏感 施工开挖期间跟通车以后 恐怕都有安全风险 其实整个雪山山脉 这个地方的地质相对两个都不稳定 所以其实基本上我们在做一些水 尤其在水麦的探测上面 其实过去的工程技术 它没有办法说 确保说这个地方现在没有 北一只铁通车搭乘人次 估计每天从2.2万提高到4.6万人次 是现在的两倍 问题是每天通勤北一的客运 至少50个辆次可以替代火车 台铁运能未必能够达到提升目标 却要投入500亿新建 只能省下18分钟的北一只铁 加上环平争议 也成了通车最大变数 记者王彦君周围的台北采访报道